各位老师晚安 我是你们的BenQ专属助教Abi 非常开心看到老师们今天一起参加 线上私塾11月份的活动 那这个系列呢 是邀请教学现场的老师们 能够利用白板软体EasyWrite 来设计的教学活动 那聊聊他们在教学上面所遇到的所有事情 那今天的讲师 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 超会结合时事用数学脑来解决生活问题 比如说消费券刚推行的时候 分析怎么用会最划算 那Covid-19刚流行的时候 用很多乳酪片叠合在一起 说明防疫成功的几率 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推行速感教育已久的 速感实验室创办人赖以为教授 哈喽Abi好大家好 我是以为老师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今天呢 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也是生活数学是切蛋糕的数学 一切腾打说蛋糕怎么样切才会公平呢 了解 那这个部分呢 我先来快速的分享一下 今天的流程大概会是怎么样子 那一开始呢 会简单的访问老师 为什么会想要设计切蛋糕这个内容 聊聊课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情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进入今天的内容主题啦 那最后的部分呢 会留一点点Q&A的时间 如果老师今天对今天的内容有任何的疑问的话 都可以在留言板里面提出你的问题 我们会在最后回答给老师知道 那还有一个小小的问卷会希望老师帮我们简单的填写 那今天有填问卷的老师呢 就有抽奖的资格喔 那最后会再就是跟大家说明 好 那现在想跟尤老师稍微聊一下说 老师你一开始啊 因为我一开始看到你们切蛋糕这个活动 主要会是在那个 Facebook有设计一个投票的小活动 那后来为什么又把它设计成一个叫案呢 好 因为像这个我们就说蛋糕 其实是日常生活中常见到的物品 那切蛋糕也是常常会发生的 就很多人会过生日 或者各种庆祝的时候 但是这里面啊 如果你要均等均分 这其实就需要用到数学能力了 尤其说我们看到不同的形状的时候 圆形方形可能就产生不同的解法 因此呢我们就设计这样一个课程 嗯了解 那老师你可以跟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今天的叫案啊 大概会分成哪几个部分吗 好啊 首先我们会先请学生看一个新闻 然后用生活史实角度来切入 去讨论说蛋糕的大小跟对应的价格 这个真实的一个数学问题 然后从此出发呢 就会去连接到多边形跟圆 不同的形状的面积讨论 最后再会引入切蛋糕的想法 那尤其啊我们从圆开始讨论 所以回到正方形的时候 哎同学们觉得还蛮有感觉的 哦了解 好那这个教案目前是有拿来给 实际上给国中生教学的吗 哦有哦这个教案目前一直在好几所学校里面去教学过了 因为像我们平常都会把这样子这种各式各类生活的题材 转换成课程哦像是寒假哎我们就要开设学习方法 数学素养就会有一系列相关的讨论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点击我们速感实验室的官网去了解更多的 不管是课程的还是提本的一些细节 好的了解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时间交给以外教授 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内容 好没问题那我们就开始上数学课了 那一开始啊我们其实就可以先引导学生去猜猜看说 哎12寸蛋糕是6寸蛋糕的两倍 那老师们觉得说哎这是对的吗 也请可以帮我一起猜猜看 如果你觉得对的话 可以在留言板里面用数字写一个圈 写一个0或写一个圈 如果不对的话请帮我打一个X 请帮我在这留言板里面留言处告诉我一下 你认为12寸蛋糕是6寸蛋糕的两倍吗 其实这个问题啊每次我们问 很多学生都会直觉说 哎对啊12是6 12除以6.2啊所以是两倍啊 不过真的是如此吗 那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来就来看看这则新闻 那这里啊我们就讲说 其实这个这个EasyRite还很棒的就是说 我们在制作教材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影片的超连接给设定好 就放在这边 所以这个软体呢就可以把超连接 适应在文字图片图形之上 这样子老师备课的时候 就可以有更多的多元的教材的 这个切换 上课也可以更方便的连接到补充资源 那现在请大家就认真看看哦 影片结束之后 我们就有小问题来问问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大家看完影片之后 到底是几寸 这其实就从影片内容里面 去引起学生的发想跟讨论 然后就开始连结出 从生活进入到数学之间的关系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先来开始去试试看 就可以跟同学们去讨论说 那如果你刚刚看完这个影片之后 就请同学们去猜猜看说 你觉得12寸蛋糕 是不是6寸蛋糕的两倍呢 因为如果是的话 比方说6寸蛋糕是580元 那12寸蛋糕是两倍的话 580元乘以2是1160元 好像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12寸蛋糕一个人卖1600元 诶 这样子难道是说这个蛋糕卖的比较贵吗 应该是1160块啊 可是它卖到1600块了 比想象中的贵很多耶 那还是有可能说 我们的两倍其实是想错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也在回过台 跟学生去讨论里面的数学知识 我们就跟学生讨论说 那我们来算算看12寸蛋糕的 是6寸蛋糕的几倍 到底这个几倍要怎么样去思考 我们可以来看看说 寸它其实表示是个圆形蛋糕的直径 表示个圆形蛋糕的直径 好 那我们就可以再往下来看看说 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来算算看蛋糕的面积啊 蛋糕面积多少 我要请教乃兴 说你觉得蛋糕面积要怎么算呢 蛋糕面积是圆 所以是半径乘以半径乘以3.14 所以是3乘以3乘以3.14 对吗 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老师可以把那个画笔直接擦掉 因为你现在是选取的 是橡皮擦 所以可以把它擦干净 好 那答案就会跑出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6寸蛋糕的面积就是3乘3乘3.14 没错 那12寸蛋糕的面积呢 同样就可以一次的推出来是 对 就是6乘以6乘以3.14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也知道说 所以其实啊 一个12寸蛋糕到底是几个6寸蛋糕呢 乃兴你觉得应该是多少呢 两个相处应该是36除以9 等于4 好没错 所以其实36除以9答案就是4 所以就是我们就把这个4给写上去 所以它就是4倍 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 比方说我们可以从这边去复制 因为我们可以再一个 直接把这蛋糕可以用我们照片把它给重复4个做出来 就这样做 其实我们这边就有4个蛋糕了 好 那所以这边 对 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把蛋糕不转算出来一个数字是4 你把它写完之后 你还可以同时用复制贴上功能复制三颗蛋糕 就来表示4倍 那刚刚讲这些重点 在这个软体里面就其实有这种无限画布的功能 所以你其实还可以利用滑鼠的滚轮去放大缩小 最后你就会看到说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讨论 这边不同的讨论都可以把它放在这边给大家来去参考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放大缩小 这样子这个也是一般投影平面 投影这个简报软体中比较不好去呈现的 所以刚刚这个讨论 我就知道说其实4倍的金额应该会是多少呢 应该会是2320块才对 好 所以这个结束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刚刚讨论了圆形蛋糕寸的问题 接下来呢 老师们就来想想看说 那这里面有两个蛋糕 我们用绿色表示是方形蛋糕 绿色方形蛋糕有两种 一种是把外面框在圆形 外面就是框在圆形里面 老师们觉得1或2哪一个才是4寸的方形蛋糕呢 可以在留言板里面回答告诉我们哦 好 老师们先来想想看 可以在留言板里面回答告诉我们一下 你认为是1是4寸方形蛋糕 还是2是4寸方形蛋糕 可以在留言板里面回答告诉我们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哦 我们可以把情侣侣侣来回答一下说 哎 其实寸 几寸几寸 只有这个形状里面 这个绿色形状里面 最长的直线要是4寸 哦 所以这个呢 答案就会是第二个 答案是第二个 因为第二个它的这个4寸 是跟这个原型的4寸 是一模一样对在一起的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继续来讨论了 如果今天有三个不同的形状 也都说是4寸蛋糕 那这里面的4寸是指我们刚刚说的 最长的长度是4寸 那到底是买正方形的4寸蛋糕划算 还是六边形的4寸蛋糕划算 还是这个圆形的4寸蛋糕来划算呢 哦 那跟大家讲啊 这当初我们在做的时候 其实这个图形我都可以直接用 这边几何工具里面去拉出来 我有各式各样的图形 有方形 然后有六边形 所以我这样做一个 就可以做出一个六边形出来 可以直接这样把它做出来 好 那这个4寸 我们现在也可以直接再去开工具下面 我们可以把它尺点出来 你就看到说 哎 这边有一把尺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说 我想是想量 想量正方形的对角线的话 那我就在这边 选个角度 选45度 我就可以把它去 去移动它 然后就在这边去量出它的 长度是对角线还是条 所以我还可以把它画出来 同样的我可以举下六边形这边去 那六边形对角线 我可能要重新去输入 我要用60度去量 所以我就可以去 用这样子去对出来 你看这边是 这一格是一寸的 所以1234 就是4寸 跟刚刚这边是一样的做法 好 所以这样的方法之后 我就可以从这边直接去用尺 在这个屏幕上面 让大家看到说 我怎么样去量出我的对角线是4寸 那如果要算面积的话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我可以这样子 去把它圈起来 然后复制起来之后 你看我可以再去 把这两个一起把它圈起来 再复制起来 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三块 叠在一起 就很明显看出来说 这三块哪一块的面积是最大 哪一块是面积最小 所以老师们这时候 就会跟学生们去互动 看来说 都已经很视觉化呈现了 你就可以知道说 哪一个形状蛋糕最划算 可是当然我们用看是一回事 我们也希望能够学生 能够真的去算算才知道 好 所以最后我们就会把我们的 nuno给请出来 回答说 如果价钱一样的话 当然是蛋糕的边数越多 它的这个大小会越来越大 所以是越划算的 好 所以这边呢 我们大家就跟他说 我们一路把它讲下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讲说 蛋糕要怎么分 怎么分蛋糕 就是下一个去讨论的议题 因为讲到蛋糕数学 就不能不说到分蛋糕的问题了 像这种吃的精致文化 我们就谈谈说 对这件事情非常专精的日本人 这课程呢 我们从这边出发 对没错 我们就像说日本这个推特 每年都会举办 均分蛋糕的比赛 我们从这边看上学院看说 哎你看有这么多各式各样 三等分的分法 有这样子很传统的分法 有这样子同心圆的感觉的分法 然后还有这样子 这样子各式各样不同的分法 然后还有这样子 那边分起来都是三等分吗 对这全部都是三等分的 可是就非常非常华丽 你看到各式各样的这种分法 然后还有这样的分法 然后还有些那种评语 然后把这些评语都把它翻译成中文 给大家看 这是更早的七等分 刚刚讲三等分 现在有七等分 所以看这些分法都很华丽很厉害 然后还有这样子之后 我们就想说 哎其实这么多光是原型蛋糕 它就有这么多不同的分法 那如果我们从这边开始去聚焦到 方形蛋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粉丝上问大家说 请问如果正方形蛋糕 要怎么样去切 长条状的话你按爱心 然后放肆状的话 就按这个笑脸 那大家就去讨论一下说 哎 各位老师告诉我说 你如果是 看看正方形蛋糕 你会怎么切 你如果是长条形的话 你可能可以帮我写一 你如果是放肆状的话 请帮我写二 可以帮我看看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投票的 我自己也选二 对我们数学人好像都会 不小心就选到二 就觉得直觉好像是二 可是那时候 我看好像多数的人是选到一 但那个比例也没有差很多 大概是六比四左右 对那大家可以看到说 对我们这边其实还有一个连结 就是你还是可以点连结 去看我们的影片 就看到说我数感生事之前 为了这个题材 我们真的有去 有拍过一个影片 对实际让大家切切看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放这个影片 大家可以自己去网上找找看 OK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带学生说 那你们可以来一起思考看看说 一颗正方形蛋糕 我要切成二等份 我要切成四等份 该怎么样去切 该怎么样去想 那这个时候啊 如果在教室上课的时候 学生手中如果有iPad 或者这种载具的话 老师们其实就可以请学生 开启一个任意的画图程式 画出如何切成五等份的方法 五等份方法 然后再请学生投影到这个智慧大屏上面 就可以一起选出最喜欢的作品 那这样其实是讨论 就变得非常非常顺利 非常非常快 不用像以前的时候 可能要请学生上台来去写黑板 然后学生还带着小草上去写 这样子 可以直接用手中的载具去画 然后再投影到这个智慧大屏上面去 会方便非常非常多 我们可以有BenQ的那个 无线投影的软体 直接有内建 老师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去投影了 对老师们就这样子去投影上去 那就可以省去很多时间 可以花更多时间聚焦 在课程的讨论上面去 好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就来跟大家讲说 我们发现说其实方形 其实不是我们发现 是我们看过有科普书里面介绍 这样子方形蛋糕的五等份的切法 可以是这样做 他首先呢 就要找出一个蛋糕的中心点 正方形中心点 实作上呢 你可以用一条绳子去拉 你可以去拉两边的对角线 这样子去拉出来之后 你就对角线的焦点 就会是这个蛋糕的中心点 然后接着呢 你就可以中心点 我们就要算说 中心点找出来之后 我们再来看整个蛋糕的周长是多少 以这个例子来说 周长假如是 边长假如是10公分的话 周长就是10乘以4 等于40公分 40除以5等份 用吧 5等份 除以5等份 这边是8 那你会想说 不对啊 你在跟我说 蛋糕的 这样看该是面积吗 面积或体积的5等份 可是你现在想把边长5等份 边长5等份 等于面积5等份吗 接下来我们就告诉你说 对没错 边长等份之后 面积就会自动等份了 很神奇的一地方 可是我们现在让大家 可以用数学去了解说 真的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我们把边长5等份 40除以5等于8 再来呢 我们就来切了 你可以随便切 那以我们这边来说 我们对角线切第一刀 切从对角顶点 切到终点之后呢 再来 我们再量到8的这个长度 去切 第二刀 这样把它切到终点 然后再来 下一刀往哪切呢 因为剩2嘛 2的话我们刚刚说 周长啊 边长啊等分 所以2 8的话8减2剩6 所以这边还有个6 所以这样子会切出一个 第二个形状 所以你看 第一个切出来是个三角形 然后第二个切出来是一个 不规则的四边形 它虽然有个直角 可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不规则的四边形 那这样子切出来这个红色 粉红色跟绿色这两块 它们的面积是一样的吗 要怎么样去证明这件事情呢 我们可以来看看 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先给大家看 这边我们就直接把 粉红色跟绿色这两块放在这边 那给大家看一个功能 我们可以从这边去选择框线 这个它底下就像方格子 就把它贴出来 这样就更方便 我们去比较一些面积 或者是长度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就去选说 好我现在把这个 这一块都拉过来给大家看 我先用这个粉红色的三角形 去对应到它的底 然后这个长度就是它的高 好那绿色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来看 绿色我可以先把它移过来 把它放在最上面 再把它旋转一下 旋转到什么呢 旋转到它的这个 原本是正方形的边 那一条的边 拉回来对应到这边 你看我把它贴起来 哎好这块就OK了 那再来看这一块 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拉过来看一下 如果只看小块的这一块的话 这一块 它的大小就会是这一块 跟这一块 它刚好整个底是贴在一起的 刚好整个底的长度跟这个粉红色长度是一样的 所以看这一块粉红色这个长度跟这个长度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说刚刚这一整块绿色的形状跟这个粉红色形状 这两块的形状就会是一模一样大了 因为它们的底都是一样 它们高也都是一样 好所以这个理解的概念就到这边 那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 其实你甚至连七等份也都没有问题 所以连七等份或N等份其实都可以做 只要将说周长N等份 它的面积就会是N等份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跟大家的演示就到这边 接下来我就把时间再交换给Abi 谢谢宇伟老师 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老师来跟我们讲这样子的内容 那最后呢想要跟老师们分享的是 这一次活动连结 那老师可以看到这边啊 你可以帮我们有参加今天活动的老师 都可以扫这个QR Code填一下问卷 那只要填问卷呢就可以抽我们这个奖品 那目前呢老师你如果参加的直播场次越多 中奖的几率会越高 那我们会在明年的2月1号 然后来分享中奖的名单 那今天宇伟老师使用到的软体 也可以扫这个QR Code做下载 那老师填写问卷之后呢 如果老师有希望把今天的这样子的叫案带走 其实你填写问卷之后我们就会在email寄给您 大概会是这样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宇伟老师帮我们做这个直播的活动 那最后的部分呢要回答一下老师们的QA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没有什么老师有回复这样子的疑问 那我们有看到一个浩南老师 他有提到一个问题是这个白板乱题 有没有计算机的功能帮助运算 有我们内建小工具里面会有计算机的功能 好那第二个有一个永生老师他有问到是说 有没有原规的功能 其实在工具箱里面都有计算机跟原规的功能 好那再来看另外一个 陈老师他有提到图层可以自上一层或自下一层吗 可以刚刚以外老师有用到的秀出答案的部分 都会是利用到这样子图层自上自下的 好那我们就 谢谢今天各位老师的参与 谢谢各位老师 好那老师可以在留言处那边 可以看得到我们述感实验室相关的连结 如果有兴趣想要了解述感实验室相关的内容的话 可以点后方留言板的连结 好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活动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 谢谢Abi谢谢各位老师 那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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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